国立台湾示范大学有名研究生在校内攻读 竟然碰上了职场性骚扰 这是一名男性助教时不时会传骚扰讯息 而且这个内容是非常的露骨 让女学生不堪其扰精神压力极大 经过申诉 学校的性评会调查结果竟然认为 这不构成性骚扰 让被害的女学生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透过朋友在网路上发文 要大家特别小心 这才发现被骚扰的女学生 还不是只有她一个人 这是一个职场怪犬 我如果不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 声力俱下回想整个过程还是很害怕 证明台湾示范的研究时间 日前在校内攻读 没想到遇上职场性骚扰 我是说她要开车到我家父亲 找我出来 之后我就知道她知道我住哪里了 原来被害女学生前年 还是台湾示范某科系的研究生 在系上攻读 平时工作内容都会接触到一名男助教 直至某天突然开始收到助教传讯息 内容称 你今天穿这样很好看耶 你今天穿这么清凉 甚至还传要打屁屁 有想助教吗 这些骚扰讯息让她觉得不说服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甚至产生害怕恐惧 就在结束攻读工作之后 女学生鼓起勇气 决定上掃方性贫会申诉 调查过程中 这名助教竟然称 因为这名女学生来攻读时 看起来很憔悴 自己是出自于关心 才会传这些肉骨讯息 想跟她交朋友 这说法让女学生无法接受 透过有人在网路上 PO出事发经过 没想到开始有不少学生 也纷纷跳出来说 自己有伤同遭遇 整体案件在网路上引发热议 对此社会方回应 已经按照规定通报调查 只是性贫会最终结果 认定是没有构成性骚扰 被害人如果对于处理结果 有不服的话 30天内以书面具名理由 向学校或主管机关申付 只是现在舆论炸锅 校方回应该名助教 陈储部分会恋案牵绊 但受害女学生 且希望校方能够弓箭调查 还给她一个公道 记得中好报道